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奇少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37的节目 我感觉我好像很久没有录节目了 今天突然觉得有点雀场 一定是对方是个女战士的关系 没关系 有关事冲给我来吧 这个是什么 Bingo Toys所推出的第四号作品 Spider Lady 蜘蛛女郎 她的这个样子确实有点像是 雷神索尔里头的那个 所有她姐姐叫做海拉 对不对 那因为她有多孤单一个人脸的一个面雕 待会的话呢 玩具会给各位做一个分享 这边的话呢 这是一个蜘蛛的形态 那她是做出了一个像是荧幕的那种 呈现的感觉 有一点点雾雾的 就看上去就看不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痒痒的感觉 那我手上这个呢 应该已经是接近大获的样本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一个素体的部分 首先的话呢 她的手 一个是拳头 那另外一边则是一个掌型 她的替换手的话呢 除了拳头掌型之外 还有一对爱心手 还有一对的 就是可以拿武器的手 就像这个 这个手臂的话呢 可以握持武器 那我们轻松的转一下呢 就可以把这个手呢 给做一个替换 那么替换的话呢 除了双刀之外 还有一个像是这个枪的东西 这个枪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感觉有点尖刺 玩的时候呢 小心一点啊 那但是她本身的话呢 虽然尖刺 但是却非常的坚固 应该说这款玩具呢 几乎没有任何会容易损坏的零件啊 当然除非你故意去弄啊 不然她的尖刺的地方呢 感觉还是都是比较结实的 玩具的紧实度的话呢 我认为整体是偏紧 甚至有些地方是过紧的啊 比方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横格膜这个地方啊 你转动它 它是有一个可以转动 但是非常的紧实 那我现在给各位看的呢 是它一个金色的一个面雕的一个形象 它还有附带其他头雕啊 我待会的话 我再一一给各位做一个介绍 后面有几个插孔啊 插孔的话呢 可以安插蜘蛛的这个脚 但是目前的话呢 我们先给各位看它一个素体的形态啊 因为大家可能很好奇 它的臀部到底长怎么样啊 臀部的这个线条 自然做得很好看啊 大腿后方 这个金属的配件啊 这个金属色涂装吧 非常的优秀 造型的话呢 很有很有这种 现代的那种酷炫的那种风格 它身上有一些白色的这种点点啊 这个应该是蜘蛛身上的斑纹了啊 脚的线条也很好看 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红色的点缀啊 这个地方看上去啊 有点像是 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这个叫做什么 手望 哎 我忘记那个游戏啊 就是一个蜘蛛女吧 的一个一个造型 那个屁股还是有点像的 正面的话呢 还有一点小小的一个腹肌的线条 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它的一个头部的话呢 头关的话呢 有一个 这个是属于没有遮住脸的 那我们啊 没有遮住眼睛的 我们也做个简单的替换 从这个地方的话呢 稍微抠一下啊 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呢 给拿下来啊 喷进喷出去了啊 无所谓待会再剪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个是一个 一个是一个 可以把眼睛给遮起来的啊 这个地方 我们轻松就可以做一个替换 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个形象 可能是最接近 BW的一个一个造型啊 这个脸部的 嘴部的表情的话呢 也是有其他可以做替换的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这一款 这个表情 正经的表情是最好看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头部的一个可动 可以脖子可以前后动啊 然后脖子的话 可以前后这样子转动 左右的话呢 都是可以转的 歪头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胸部的造型的话呢 挺好看的啊 这个胸型啊 涂装金色的一个造型 那手臂360度的转动 都是偏紧的啊 前后可以稍微动一点点 二头肌的话呢 也是有一个转动的 手肘的话呢 也是一个双动关节 之后可以转到这么多 而且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 是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啊 然后腰身的话呢 除了这里可以转动之外 上方红隔膜这里也是可以转动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提过了 非常的紧 拉出来一点之后的话呢 左右转动呢 然后再来做一个 这样子调整 可能在把玩上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脚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个侧裙甲 它会踢开 那手臂的这个支持力度是非常好的 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OK 然后这里有一个可以掰下来的一个关节 所以它可以多增加一点的可动 但是这个大家就量力而为吧 它虽然有做出一个关节 但是我个人呢 并不倾向的把它凹得太离谱了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然后膝盖的话呢 也是一个双动关节 而且膝盖这个地方 整个折下去的时候呢 这里啊会爆出来啊 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连动啊 其实还是蛮酷炫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双动关节啊 也是金属部件 往上推一点点 再把它给推回去啊 整个推回去的话呢 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一个SOP的一个过程一样 再次的把它给推回去啊 整个关节还是比较偏紧的 脚踝的话呢 根部呢是金属配件 而它的脚踝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前后的开口的一个幅度是不太一样的啊 不太一样 这个后面是几乎没有一个开口 但是正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开口啊 那这在变形成 坤啊这个蜘蛛的时候呢 记得要把它做一个转向啊 待会变形的时候呢 再给各位做一个说明啊 整体来说啊 这个人形态的话呢 因为腿很长的关系啊 你稍微摆一下啊 其实呃 女体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在玩腿了啊 就稍微掰一下什么 这个腿部线条 如果好看的话啊 基本上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机娘作品了 蜘蛛的这个爪子的话呢 六根的造型都是一样的啊 这里跟呃 这里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那组合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简单 你看得到的部分呢 就通通把它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往前折一下 那至于这个收纳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往内折一点 它是有一个卡扣呢 可以把它给扣进去的 如果说呢 你想要一个比较一个规规矩矩的收纳 就是把它全部打平啊 然后对折 然后像这穿鞋带一样的 把它全部扣起来啊 这样以来的话呢 就一个比较工整的收纳啊 那么它附带的一个蜘蛛的尾巴 蜘蛛的尾巴就是一大块啊 这个地方 像是也可以说 它是女王风也可以吧 就从这个地方呢 给它给扣上去 好 这样子就轻松了 就把这个蜘蛛的尾巴 给安装上去了 不过这个这个形态下的话 是显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那站立性也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我都不用支架的情况下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高跟鞋啊 支持力度还是非常之OK的 那动作的话呢 就是配合它相当不错的可动性啊 就可以摆出很多这种高傲的 这种呃女王般的一个架势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它也有附带另外一种 比较接近于正常人类的面孔啊 我们就把它换成正常人类的脸好了啊 啊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把这两侧的这个爪子打开 脸就会像这样子 那在换脸的时候呢 头上的这个头关 必须先给拿下来 你稍微调一个角度啊 就下往上挑一下啊 把妹子这个脸往上挑就行了啊 那我换脸的话呢 我还是先换上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脸孔 换上去 你可以呢 用一个戴上面罩 的一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 我们刚刚已经是戴面罩的展示了 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就换一个露出 这个眼部 其实眼部都有露出来了 我换上另外一个造型 好 那我们呢 就透过这个爪子往外推之后呢 旋转它根部的这个球关 把它给转出去 我们来展示一下 它在一个盒子的一个外面那个形象啊 就比较像是这个 海拉的一个造型 我们就后面就这个 跟着的话呢 把这个角的话呢 一个一个都给拆出来 这个角的一个关节呢 我手上这一款 还是比较偏紧的啊 从中把它给打开来 打开来 打开来 好了 打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形象的展示 然后根部的这个球形关节啊 不是说根部啦 就是说中间的这个球形关节 就看你有没有想要把它转到一个正上方啊 或者是你要转到正前方啊 都是可以的 稍微去调整一下 好的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一个另外一个形象 呃 有一点什么斜神的感觉 因为因为它这个脸啊 换成这个之后呢 我感觉就已经不太像是BW的那一个黑寡妇 或者那个毒蜘蛛的形象 我们就姑且啊 就把它当成是另外一个人物了啊 那所以说我觉得 嗯 如果说你要cosplay海拉的话呢 我是建议的 以我的话呢 会以金色的面雕 把这个爪子呢 给收进来 呈现蜘蛛女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个海拉的形象 我会换成普通人脸 这就看各位你怎么去把玩了 那我们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它的手臂的话呢啊 平常你在人形下 你也是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蜘蛛镰刀的样子了啊 那在变形的时候呢 是从这个地方呢 往外面推一点点 这里这块部件把它往上推出去啊 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联动 推出来之后呢 拳头必须是 手必须是一个握拳的状态 转到这个方向 把它收进去 扣起来 这个部分的话 直接过来 把它推到底啊 推到底这样子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头啊 头的上面这里是有一个 一个可以掰开的 这个会变成蜘蛛的一个嘴巴 非常恐怖的一个嘴巴 然后呢 胸部的话 把它给掀起来 胸部掀起来啊 然后呢 我们旋转一个角度 把它往上面盖下去啊 盖下去 往它的脸给盖住啊 这个这个这个叫做什么 货真价实的叫做 是什么蒙蔽的 我的双眼啊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蜘蛛的一个头部的形态 就算出来了啊 那其他的几个部件的话呢 我们也逐一来变形 首先的话呢 这个手臂呢 你转一下啊 把它由这个原本朝下呢 转上一个转上来到这边 那有一些部件小干涉都无所谓啊 干涉就干涉 把它推上来到这里 再来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背后这个地方 腰身这里啊 你可以把它整个先给拉出来 腾出空间来啊 方便我们做一个变形 整个拉出来 然后我们再怎么做呢 把这个背甲的这个部分啊 我先说一下 这款玩具呢 是完全可以实现一体变形的 但是呢 如果你觉得 非常妨碍你的话呢 其实你把一些部件拔掉 其实也是还好了 像我刚刚到底什么东西喷出去了 我都还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喷溅了 把这个部件给放下来 到这边 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把它给放下来啊 我看到了这个肩甲就被碰掉了啊 这个可能是我没有把它放到一个 比较安全的位置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我们把两片金色的部件 要往下面推到底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跟中间这个地方合拢 才是一个推到底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腰身的话呢 旋转180度 再来的话呢 它的这个尾巴中间有一块部件啊 把它给弄出来 这个啊 我们可以先把左右两侧给解开 它这两侧的话呢 有这个卡钩把它给松开 那里头是一个球形关节啊 我在把玩的时候呢 还是有 如果说你粗完的话 它是非常容易去喷溅 那就喷溅真的也无所谓了啊 然后我们对中间这块部件 单独把它给转到上方去啊 这个地方 单独把它给转出去 如果说喷溅 或者是你觉得很麻烦 你把它整个尾巴拔掉 再来一个变形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不用太纠结这个什么一体变形不变形的 因为我觉得呃 终究还是一个把玩为主了 把玩为乐趣啊 这个地方 这个把它给扣回去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要进行一个组合了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块部件从尾巴里头翻出来 这块部件 它这里有个凸 要对金色的这个洞 好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压下去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把它给按下去 这个地方整个都给按下去啊 这样一来 整个蜘蛛的一个头部这里呢 就算是OK了啊 如果愿意的话呢 先把这个形状调整一下 这是它的前方 脚的话呢 它的完整的变形呢 是像这边这样子 脚从这个地方伸出去 具体的做法呢 我们先要整理这个脚踝的话 你先把它整个大转 转过来之后 但是你看到 转到后面之后的话呢 这一个 呃 这个 注意 这一个 球罐的这个开口处 要跟着转到整个后方来 啊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变法 接下来我们就是呢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装过去 那装过去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脚的话呢 做一个折叠 折叠的时候呢 那这个板子的话呢 就一定会形成干涉 绝对会形成干涉的啊 各位这个地方是真的需要练习一下 真的需要练习一下 这里把它转成这个形象啊 但是记得那个球罐开口是要朝那一侧 好 这个地方 那折的时候 我建议先把后面的这个关节 它这里脚步是一个双动关节 我建议先折好后面 折好后面 然后的话呢 再去穿过这一个 不是很好穿过去的一个难关了 确实是比较需要练习一下 从这个地方把它给穿过去 那在穿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说有喷剑吊剑的话呢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太奇怪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重视机娘造型啊 变形的体验其实就是 只能算普通 但是很简单很简单 它有达到一个乐趣性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穿过去啊 好 这里 好了 穿过来了啊 两侧都穿过来之后 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顶盖的话 往下面压一下 往下面压一下之后呢 调整一下它的两腿的一个位置 它接下来就组合的卡扣有哪里呢 这个地方有个金色的凸对上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个黑色的凸对侧边 以及这里有个黑色的凸对这个壳里头 有一个卡扣在这里 所以一共有六处的卡扣呢 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稍微去对一下 那我个人建议吧 从这个一个一个来吧 看得到的先扣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看得到我们先扣 整个调整完成之后啊 它的武器收纳也是很棒的 它的这个手 这个枪的话 这个也很长的支点 所以里面有一个洞在这边 可以把它给扣上去啊 好 这样子就扣上去 它会有一点往下斜的一个角度 然后它这一对呢 非常像是有魔物猎人风格的这个双刀 可以把它扣在背上的这两个洞 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收纳 放在后面 这个颜色的话呢 跟它的高跟鞋的部分的话呢 还有搭啊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隐藏啊 这样子放上去啊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啊 那我们的蜘蛛形态的话呢 就完成了它的变形 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 步骤其实很少啊 就是这个脚要穿过来 到这边的这个过程中 这几个部件的稍微有点纠结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球快点 你就刚才把这个球关什么都把它给拆掉 然后把它拼凑起来 我觉得值得这么做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造型真的是很好看 在鸡娘跟蜘蛛形态两者之间都要打分数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这个蜘蛛的样子 因为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的金色啊 还有它的这个黑色有点哑光的感觉 然后尾珍以及身上这个紫色这种点缀 这个花纹啊都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包括侧边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它们是要做出类似光泽一样的 这种银色的这个涂装的一个点缀还是怎么样 还有这个红色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零呃 角的这个就是边边角角的这个涂装 整个整个造型来说 以美形度来说 我认为鸡娘很好看 但是这个蜘蛛形态的话呢 也是一点都不仿多让啊 角的支撑力度也还算可以 因为我目前这款还是 应该是新的嘛 就是感觉支撑起来 还是蛮OK的 那武器的话呢 也有一个很完美的收纳 那这个的话呢 嘴巴这里是可以这个违章 你也可以把它再把它合起来 如果你不想让它讲话 你就把它给嘴巴给扣起来 那如果要它开口的话 就这里扣一下 那扣起来就把这个嘴巴给张开 那个面雕的话可以再塞进去一点啊 这个头的话呢 把人形的头呢 稍微做一点低头 可以把这个头的话呢 做一个更深的一个隐藏 那这个前肢的可动的话呢 就是跟人形的手机一本也是一样的 怎么放的话呢 就看个人的一个偏好了啊 整体来说呢 是一款非常非常进化 更加明显的一个 Bingo Toys的一个玩具啊 比起先前的风筝的话呢 我觉得这一款呢 机娘当然两者都很好看 但是以这个隐藏的 这个以这个所谓的第二形态来说 蜘蛛会比风筝那个飞机的话呢 感觉会再更加的有噱头啊 非常非常不错 摆在桌上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装饰品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呢 因为 这有多差 因为我今天是 11月21号 我22号的话 我个人会 有点事情 要继续深圳 我会去四天左右 所以接下来几天的话呢 可能就不会更新 但是我会 先预传一些影片呢 在B站上面 它时间到了 就会自动地点多吧 各位看到的话 也可以在上面给我留言 跟我问候一下 我相信我在深圳那几天晚上 应该会蛮无聊的 希望各位的话呢 不妨给我留言什么 让我有机会回复你们啊 开放高度回复时间给大家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